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還好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每次講到 理財跟退休 我發覺我這邊的粉絲都 興趣缺缺 很奇怪就是說看那個點擊率 文章的點閱率就馬上就抖降 但是如果你講到信用卡就超愛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有趣的 所謂的現象 今天就是用一集的內容 我們來跟大家聊聊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好來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為何講到 理財退休大家就興趣 缺缺難道是 因為那個影響了 大家的那個這個 觀看的這個行為嗎 今天影片的重點有三個第一個 寶可夢在7月18號當天一共發布了 三支影片 那這三支影片其實走了一天之後 它的這個所謂的 流量已經出來了 也直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說 24小時之內它的流量到底是 往哪個方向跑 那第二的話就是跟大家聊聊這個 快速報廠跟長遠報廠系統 在我們的記憶裡面呢 已經被定下來的這個 應該說是已經寫完成式 然後已經內定在我們這個行為模式裡面的這個情形 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系統 會跟大家介紹到 那第三的話就是 到底要怎麼做才能讓自己 正確的 而且 勇敢的去面對我們的 理財或者是退休這件事情 因為不管我再怎麼講 喊破喉嚨 還是沒有人理我 哈哈哈哈 所以這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好來 第一個 我在7月18號的一共發布了三支影片 然後這個現象觀察的部分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三個 好不好 三個影片的結果 第一個是我自己的Vlog系列 蠻有趣的 就是跟大家聊聊 我生活中的一些開心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顯然就是 大家都沒有興趣想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但沒有關係我覺得 開發一個新的系列 本來就是需要時間 然後來跟大家做溝通 包括我以前只寫文章 後來就是粉絲頁 大放異彩 然後現在IG也在經營 然後現在跨告Youtube頻道 其實每多一個頻道就是要重新經營 那我相信多開一個系列 應該也是需要花時間 跟大家溝通人家才會愛看 所以這個是無可厚非 所以它的成效最差 這個我可以理解 就是影片推播出去的點擊率 只有1.5% 每100個影片只有1.5個人 就是有興趣這樣子 好 觀看時間就是 兩分鐘以內就跑掉了 那再來的話呢 那我第二次第二部發布的影片就是這個 我們的有風必備卡12%回饋 哇它這個非常驚人 就是觀看次數已經超過2000多次 這個24小時之內 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就點來看 那它的這個曝光率的話大概 是點擊率是10% 它意思就是說這2000個人 就是只要有這個Youtube推播出去 就是馬上就有200個人看喔 所以就是1.10% 所以這個比率也是非常非常高 因為平均大概一支影片大概是 5.6到7% 就已經算是平均值不錯的 但是大家的觀看時間明顯的變低了 就是這個數字4.23分鐘 意思是說這支影片長達26分鐘 但是只有 大家只有耐心看完4分鐘然後就跳掉了 所以這是一個平均的數字的部分 那當然一定也有人從頭看到尾啦 但是也有人說不定只是進來看到他想要看的 然後沒有耐心就走掉 這也是有可能 那第三的話 是我在晚上10點發布的這個 退休的這個議題探討 那就很有趣囉 因為這支影片大概也是20幾分鐘 但是呢 呃 觀看時間是剛剛的這個信用卡議題的2倍 8分多鐘 但是呢它的觀看次數非常的低 然後它的曝光點擊率也是很低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說 少數有些人是真的有興趣的會一直 就是看到這個議題就會點來看 而且從頭到尾看到完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歡 我講信用卡這種快速的這個議題 這中間還是有蠻顯著的差異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這邊粉絲的組成分子 大概就是最關注的就是信用卡相關的議題 然後關於投資理財 或者是怎樣讓自己退休這件事情 大家反而是那麼不在意的 那麼我自己的操作方式應該是要 要想辦法去吸引到那些對投資理財有興趣的人來看 或者是要把大家轉變大家的興趣 去了解投資理財 我覺得這是很困難一件事情 因為大家就是都已經是成年人了嘛 所以你也不可能說我叫你看這個你就看這個 所以這是很困難一件事情 但是呢這也是我發現 我的粉絲受眾其實最喜歡的還是跟信用卡省錢有關的議題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我用了簡單兩句話跟大家講 大家喜歡看的是信用卡分析 大家不愛看理財跟退休探討的相關的議題的影片 大多數人對於長期改善生活品質的內容是不愛看的 是處於一種所謂的默不關心的狀態 但是有少數人是願意花更長的時間來去觀看我講述的議題 並且去理解 那當然這是一個好事 也就是說 只要這個受眾的人越來越多的話 那就代表說大家越來越重視自己的財務問題 如何退休規劃管理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要跟大家聊聊的第二個主題 是所謂的快速報償跟長遠報償系統 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往下看就知道了 這是一隻這個獅子老虎之類 這個就是掠奪者 大家看到這個是不是就會開始有一點點緊張 雖然說它只是一張圖片 但是在我們的遠古基因裡面呢 其實它就是我們的天敵 那麼它的確是有可能獵捕人類 然後讓我們就是死於非命 所以看到這個照片呢 其實我們的內心裡面就會開始緊張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我們內在基因 從以前遠古以來就一直定序在裡面的 因為我們早期本來就是從比如說非洲這邊 然後慢慢的發跡 然後來到這個 遷徙的關係來到世界各地 所以我們的內在的基因裡面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對於這種短期 甚至可能會立即面臨的危險的部分 我們的內心是有比較高的警覺的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所謂的快速的報償系統 我們的基因裡面是比較迎合這個部分的 比如說什麼時候要吃飯 什麼時候要睡覺 那什麼時候可以拿到好康 我的潛在敵人我的競爭者在哪 這部分都是我們要立即反應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已經內化在我們的基因序列裡面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的話 只要有相關的訊號出來 你都會第一時間去做關注 這是真的 這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自古以來人類本來就是活在一個立即回饋的系統裡面 如果你對於周遭的這些變化沒有一個立即的警覺跟認知的話 其實你很有可能就直接被獅子老虎給吃掉了 那你的基因也不可能會留下來 所以這也就是烏盡天者自然泰雪下來的這個原因 這是沒辦法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所謂的長遠 長遠的部分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會解釋 這個自古以來其實我們就活在一個立即回饋的系統裡面 我們面對生死攸關的抉擇 包括戰或討 當我們發現身邊有風吹草動的時候 我們是要拿起我們的武器 然後來跟這些動物對決 還是說我們馬上就逃跑 逃到樹上讓牠抓不到我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人生的這個所謂的生死攸關的抉擇 那再來就是要吃什麼要睡什麼 我們的烈食者在哪 這就是我們記憶裡面 會一直不斷的在這個 每天在精煉的一個情形 但是現代的話當然就不一樣了 因為這一兩百年來其實我們人類做了很多很多的發明 包括汽車火車 飛機電視個人電腦 網路我們現在你用手機在看這支影片 其實都是最近一百年以來的發展 甚至連信用卡也是 那這些東西其實它設計的機制跟我們的 遠古的這個腦內的結構其實是非常的不一樣的這個東西 因為這都是很近很近很近才發展出來的這個新的產品 包括金融產品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遠古的腦袋其實是沒有辦法有這個相對應的 這應該怎麼講 就是經過基因泰選的關係 然後來去找出 對這些事情能夠有正確反應的這個基因或者是優勢留下來 所以現在的我們還是用很古腦的這個腦袋呢 然後來應對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的訊息萬變的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的長遠抱堂系統其實都還沒有建立起來 因為我們基本上我們天生內定就是覺得 現在有好康現在就去拿 現在有什麼優惠就應該要立馬去拿 那有錢在身邊就直接就拿來做消費了 所以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講 其實是很難去做一個長遠的規劃 因為我們就是比較喜歡現在 現在的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它的誘因就永遠是比較大的 比如說之前有那個心理學家 他們有做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叫小朋友來這個一個空間 然後跟他講說 你這邊有一個棉花糖跟餅乾在這個你的面前 那你現在吃的話呢你可以直接吃掉 但是如果你等我們三分鐘 我們出去之後再進來的話呢 你都還沒有吃掉 我們就給你三個 就是一倍變三倍 就是我們這個三倍券的概念 然後呢科學家就在旁就門關起來就離開 然後他就在旁邊的小的觀察室那邊去看這些小朋友的這個 他們的行為 有的小朋友實在是忍受不了這個誘惑 就是被原古腦袋的這個思維給這個控制住 然後就拿來吃了 但有的小朋友他就是展現了他自己驚人的意志力 看他就是看其他地方或是玩那個手指頭或是玩頭髮 就不去理這個前面的誘因 那麼他經過了忍受三分鐘之後呢 那個工作人員進來了 然後就發給他三倍的糖果 這不就是那個很有趣的一個實驗嗎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不只是對我們成年人 對小孩子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看到說這個所謂的長遠爆炸系統 到底我們人類可不可以去思考 比如說三分鐘以後我可以拿到什麼好處 我可以犧牲現在要享樂的這個誘因 然後來去換取燒遠燒久之後的回饋 包括我們現在所謂的這個所謂的投資 把現在的錢都省下來 現在過得很辛苦 但是五年十年後我會過得比較輕鬆 這種這種想法其實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跟願意去做的 因為就是大家基本上可能都比較喜歡即時行樂 所以講到投資理財規劃或者是有錢要怎麼規劃 大部分人可能不假思索就直接把它花掉了 這種人是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長遠爆炸系統的話就是我剛剛解釋的這個樣子 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吸煙對身體有害 但是為什麼還是有人要大抽特抽不願意戒煙呢 第二個是我們都知道過度飲食會造成肥胖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還是不知節制的狂吃狂喝 讓自己的身體變得很胖呢 第三個就是如果現在開始存錢 而且努力存錢的話 十年之後你就會有一筆豐厚的這個退休金 那為什麼你現在不存錢呢 這就是一個即時爆炸系統跟長遠爆炸系統 之間在我們的內心裡面在做糾葛 這個是很令人覺得 好掙扎的一個決定 那我這邊直接用這個所謂的二分法的這個這個優點跟缺點來跟大家解釋 比如說第一個吸煙對身體有害為什麼有些人還是大抽特抽 當下的獎賞就是我可以降低壓力我可以解除我的煙癮 那我現在就是很需要來一口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那你當然就選擇抽煙 那抽煙的一些副作用 當然就會持續的累積在你身上 那也許當下的你不會覺得身體有什麼異狀 但是五年十年後你的肺可能就爛掉就壞掉了 所以未來的獎賞 延長壽命讓你的肺更加健康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你是無關痛癢的 因為你只看到張下的獎賞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即時當下的爆炸系統 跟未來長遠的爆炸系統 在我們人類行為抉擇上面很重要的影響 如果你能夠想的比較遠 你能夠去忍住你現在當下想要享樂的衝動 那麼你將來的確是有可能過著更美好的生活的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過度飲食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當下的獎賞就是 有些人是靠吃來紓解壓力 或者是要滿足口腹之欲 這些有種種不同的原因讓你去大吃特吃 這是你當下想要得到的獎賞 那未來的獎賞是什麼 如果你現在就是開始節制節食的話 也許你將來身體會更健康 那麼你會遠離第二型糖尿病 這些身體可能會產生的病變的部分 都不會因為你現在大吃大喝而產生這個問題 因為你現在只要開始正常飲食 節制飲食 正常做起 那麼的確你將來會有一個比較長遠長壽的人生在等著你 這是一樣的道理 那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重點 叫你現在開始存錢為什麼這麼困難 為什麼大家都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因為當下的獎賞就是每個月固定的薪水進來 每天都去上班固定月底月初的時候有錢進來 好開心喔 花錢非常的爽 我現在有最新的手機我就是要去買 有最新的產品測試 我就是一定要去買啊什麼的3C的產品啊 這些都是有時候不見得是你生活上必備的東西 但是呢你就是很想要 所以你可能就會把你的錢花在這些東西上面 那你在沒有存錢的情況之下呢 你滿足你的慾望 你花錢很爽 但是你將來可能就是過著 孤苦伶仃的這個很 七苦的退休生活 因為你可能退休 退休你要退休了 但是你身邊沒有多餘的錢可以運用 所以你就必須很拮据的過生活 甚至你還不 你還得延後退休 再去多賺錢多存錢才有可能 因為你沒有辦法享用到這個時間 富力的成效在你的這個 累積資產的過程當中 那未來的獎賞就是讓你退休 遊山玩水出國旅遊完成夢想 但這些東西對你來說可能都太遙遠了 因為你覺得現在的享樂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看不到未來 你看不到你將來升遷或者是提高薪水的可能性 所以你選擇現在就是把錢全部花掉 這種情況也是有可能會加劇這樣子的情形 讓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因為對未來沒有希望 所以選擇把錢全部花掉 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覺得長遠而言的話 還是應該要開始存錢 這樣子對你來說才會比較好 那到底要怎樣才能夠面對自己 真的要去理財這檔事情 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三個主題 那也提供幾個方向給大家參考 請大家一定要去就是看一下這支影片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原子習慣這本書 原子習慣這本書我覺得真的很棒 我現在還在閱讀當中 每次都從閱讀的過程裡面去得到一些新的啟發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倒是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多理解一下 那你如果不知道這本書是什麼 你可以去數據翻一翻 或者是先來看我畫面上的這支影片 畫面上這支影片的話就是我簡單用了幾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解釋了什麼是原子習慣 那我其實在之前有一次直播也有邀請我的好朋友Jerry 瑜伽老師來跟大家聊聊 他是怎麼成為瑜伽老師 他也是運用了原子習慣的技巧 讓這個習慣從你的生活中慢慢的累積慢慢的改變 那同樣的面對理財這檔事 你也是可以靠原子習慣慢慢去做改變的 好比如說首先要建立良好的理財習慣 那什麼是良好的理財習慣代表說好的習慣呢 其實基本上你一開始會過得很痛苦 或者是但是你的結果會越來越好 好簡單舉例你現在要你一個月存三千 你覺得我的薪水只有三萬就要撥十分之一出去好痛苦喔 但是呢三年五年十年之後你可能就存到了 比如說五十萬一百萬這樣子的本金 那這個錢你就可以靠他來錢滾錢利滾利 靠利息產生負利這個樣子 好所以這個是一開始你會過得比較辛苦 但是將來的成效會很好 那壞習慣的部分比如就是說 我拿到錢之後我立馬就把它花掉 我現在好爽喔 比如說那個悠悠卡 悠悠卡公司推出了這個PS4悠悠卡 一個不是三百多塊錢嗎 你覺得這是小錢 但是呢那種最新的熱潮你就是一定要跟就買 那你身邊可能就有很多很多悠悠卡 但是你其實都不會用到 你只是為了覺得當下要爽 當下要留下來收藏 但是呢你後來苦哈哈的事 的原因就是因為你可能沒有遵循 這個斷舍離的這個生活指導步驟 所以你身邊就一大堆這個雜物 那你的生活非常的擁擠 那再來的話你的錢都不知道花哪去 那其實你一開始刷卡買下 或者是付錢買東西的時候 這個當下你是很開心很爽的 但是後來其實你的生活環境品質不好 然後你也沒存掉什麼錢 然後退休的話就過得很辛苦的生活 那這也就是後來苦哈哈 所以為什麼要建立良好的理財習慣 而且從原子這麼小的一個小小的步驟的改變 就可以慢慢的影響你整個未來的後半生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是建議大家一定要開始理解 建立良好的理財習慣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不要因為你覺得未來做不到 所以你就不去做 你如果一直都不去做 你永遠都不會去做 那就不會成功 對 那該如何才能夠面對自己的理財 這檔事呢 其實我提供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最簡單的 就是自動化讓這個時間到錢 就從你的戶頭扣走 你就當作沒有這回事 那它就是一個定期定額的投資習慣 好舉例而言的話 像我自己每個月都會投eToro 那eToro的部分的話就是 我看到永豐卡的帳單出來了 每個月15號月中的時候 那麼我就會主動再去eToro裡面 再儲值400美金 那可能大戶卡400 然後必備卡400 加起來就是800美金 持續的每個月投2萬4 2萬4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美國的帳戶裡面去 那麼持續的進行投資的這個動作 就可以讓我更快速的達到這個所謂的財富自由 那你如果覺得每個月都要主動去做這件事情 好麻煩 那你也可以設定這所謂的定期定額 比如說很多的銀行都有這個零存整付 你也可以去參考 然後去研究一下看哪一個適合你 然後去申請下來使用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不錯的做法 好 那你只要養成時間到錢就會被扣走 你也覺得生活上不會很痛苦的話 那麼這件事情長長久久走下來 的確你是可以存得到錢的 好所以用這個改變這個小小的習慣開始 好原本都沒有定定時定額 或者是零存整付這個存錢習慣的人 先從第一個動作做起 當你每個月習慣被扣錢之後 你就可以增加你的額度 比如說原本每個月只扣3000 但後來可不可以 每個月扣5000 每個月扣7000 每個月扣1萬 就可以了 好你就可以越存越多 那第二個就是也請你要習慣去看一些 投資理財的文章或影片 好不要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你就就是看像看到毒蛇猛獸一樣 就是哎呦就跳掉了 這樣對你來說其實是很吃虧的 好去增進你的財商 好這個financial 這個quotient 好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還是很重要的 好要讓自己習慣去看這些理財的東西 那你將來才會 呃真正的去習慣 然後用真正的這所謂的理財的思維去看待萬事萬物 簡單舉個例子 像我自己本身 呃早期信用卡 我很喜歡 但是我後來為什麼會慢慢的轉往理財方向走 因為我知道 呃如果你不靠錢替你賺錢 那麼辛苦的是你 好你應該是要輕鬆的過生活 讓錢辛苦的替你賺錢 而不是你辛苦的賺錢 然後讓錢輕鬆的放在銀行裡面 你錯了 你的錢應該是要放在市場裡面的 好就是這個樣子 好所以 也請大家一定要習慣去理解任何的投資理財相關的文章影片 都要多多去涉獵 那最後的話就是也請大家一定要養成這個所謂的閱讀的習慣 好我這邊 剛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前幾天去Costco 然後我買了這本書 經濟學的思考模式 喔蠻厚的一本 好我是覺得在Costco買書真的有點便宜啦 好那也請大家就是 呃不要放棄任何閱讀的機會 有時間就是趕快像我後面這一整堆全部都是書 那就是我會盡量的找時間去閱讀 也許我的時間很少 但是我一定會擠出時間來去閱讀 因為如果我不讀書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給大家更多的資訊 這東西都是要經過我自己消化之後 然後再回饋給大家的 這是三個要點提供給大家參考 請就是開始要去認真面對理財這件事情喔 好那最後就是寶可夢金句啦 我們每一次的影片後面都會有金句來提醒大家 這一支影片看完之後你應該會有什麼收穫 好 雞千萬里不如養個好習慣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你 在你了解到我們自己本身 呃我們 基因上面的限制會讓我們永遠都是短視精密 然後想要享受的是現下當下的美好 跟呃這個花費會讓你有這個爽度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要開始認真的讓自己 轉變成一個長遠的耕耘者跟長遠的收穫者 那麼你才有可能在你的後半生過著更舒服 然後更開心的未來 那你也可以真正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投資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式 並且認真努力有計畫的去實踐 那麼你才有可能達到財務自由 好不好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非常歡迎你按讚留言公開分享給你的親友 也別忘了下面訂閱一下 小鈴鐺開起來最新的理財投資影片才會送到你家 我是寶可夢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